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国也在说我们可以卖给中国的芯片 但是最先进的不卖对美国的有关的说 而且还说了对华为有些的制裁要加强 我们就可以看什么呢 就像我当初说的 中国只要什么东西一突破 它马上就给你解禁 而且呢美国甚至还威胁什么 用中国国产光刻机生产的芯片 我们美国要先制你 你只能用美国光刻机生产的 你才能卖到美国去 你就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 你只要国产一能做 它就给你解禁 一解禁呢 你国产那些研究的投入 你看没有 不能赚钱了吗 人家想得很清楚的 你只要不能生产 我就给你限制的更严格 你只要一能生产 就给解禁 你像荷兰 他为什么这个又批准了 说阿斯曼说 哎呀批准了 我的 但是明年他还得申请啊 今天呢 中国的光刻机出口 他就批准了 你看一下批准出口这么多台 那实际上就是挤占了 中国生产光刻机 在市场上多少台吗 这是一个道理啊 他觉得你中国呢 应该能做一些了 就是说你呢 能实现这个工艺了 但是呢 我前面也说了 你肯定还有些差距 你就包括你这样做这个套客 你要做套客的 你的这个成本会高很多啊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那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研究和努力 最后起到的结果呢 就是打破禁运 赚不到任何商业利益 人家对你一禁运 那就是白来的钱一样 对吧 而且呢 现在你这个使用华为 他又给你做这么多的限制 当然也有现在脑道消息说 这个华为啊 在欧美市场 这个MIT60炒得贵贵的 为什么炒得贵贵的 人家说了 这是世界首款 不能被美中情局啊 监控的手机 当然你能不能监控 应该是这么讲 他要是在美国的网络上 什么手机都是能监控的 关键是你要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你可能就监控不了了 而中国的网络上呢 我们这么讲一下 中国的网络 你就像华为在美国 能让你入网吗 这是第一个 中国的网络漫游到他那儿 主要不给他特别的顶级 底层信息 他也不知道这手机对应着谁 监控谁去 你看华为不还提出来了 我们是卫星电话 对吧 卫星你监控谁 你要明白 这个星链啊 卫星啊 卫星级的 他把卫星的通讯系统 变成电信级的通讯系统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你就像那个电信接通信统 它就像是变成了手机 你看前边一个星链 为什么影响大 因为它的星链 接入的是美国的电信 为什么这个马斯克的那个 你在乌克兰弄的 俄罗斯就很恼火嘛 对吧 对这个技术啊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但是现在 我一直在说 你现在这个中国能做了 外国就许可了 对这个许可的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一直在说了 你要跟着外国一起去制裁 中国的 现在中国能做了的时候 你对他要 他要付出点代价 这就是这么讲 你起码的话 你卖到中国 你得贵多少 我得特别的收税 你连叫外国说 我们中国生产的光刻机 不能卖 那你这个 外国生产的光刻机 我收点税行吗 对吧 然后你在国外 这么去搞华为 其实在中国 我早就说了 就应该对等的搞搞苹果 我们对苹果的话 还不说对等 你就算苹果的垄断行为 你看国外 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为什么不行动 其实前边 我们也递交了材料 材料呢 来回复说收到了 在收到了以后怎么办 我估计不是一个 反垄断局局长 能决定的事了 他得要层层上报 还有好多故事 把这个整个都看一下 实际上是什么 是个全球科技博弈的格局 也是全球利益分配的格局 而且中国就算是 中国的光刻机成功了以后 它关键是什么 你对这个科技研发 你多少人摊销成本 我一直在说 所以你中国 你像他说你 华为的东西就在国内卖卖 那我们就说 华为的东西在国内卖卖 你美国的话 我们华为能做的 或者说我们中国技术能做的 你美国技术 你也在你美国卖卖 你别到中国来卖卖 世界其他各国 你想买谁的 人家是本国的主权 你这样的话呢 其实美国的 它很多的这些科技研发 它是要算 中国也摊销它的成本 它才能核算 其实在当初 三季就是这样 我们以前写过文章 就是说三季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美国公司 跨台了 就是因为它当时算的 中国会用它的技术 中国呢 会摊销它的成本 结果中国 一个出了个大堂 搞了个TDMA 还有我们的华为 接着呢 中国技术是绑定 中国的运营商 你要知道 当年中国的三季技术 其实比世界研发的晚一些 所以呢 三季技术绑定 才给它拍照 然后到四季上的话 就变成中国领先上来了 就没有那个什么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中移动的三季 很快就跳过了 就变成 采取四季技术了 很快就提升了 然后呢 你像美国的什么朗讯贝尔 美电什么的 分的跨台 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现在 如果中国在芯片上 不让美国的那些芯片研发 去探销成本 那么他们受到的压力会非常大 因为他的当时为了研发 你想他给他 那么讲 开的工资太高了 那凭什么给他那么高的工资 其实美国人 他在科技的霸权决定是什么 决定他的工资 同样的一个美国的劳动 是中国人的好几倍 你按照这个算法算一算 哪怕你是一样的劳动 都是刷盘子 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并不合理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 美国在这个科技上 他已经采取了一些 杰斯底里的做法 因为他在利用他的科技霸权 他已经是在全球 攫取财富的模式 可能会被中国崛起 所打断 这么一个结果 把这些事看一看 所以现在中国要发展 美国 要对中国的打压 虽然这个矛盾 是必然会发生的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